这个又有这个法轮功老学员呐,说我是这个走了魔道,说走了就是魔 那个 我呢就是 就是想啊,30年前吧将近 我 开始修炼这个法轮大法 那么这个法轮大法呢,那个名字呢叫做法轮修炼大法,又叫法轮修佛大法 这是我师父在讲坊的时候告诉我的 那假如你要把这个 这些年来的法轮功这个修炼这个实践当成一个生产线的话啊,你会发现这个生产线上写的这个修佛大法 但是真正的这个有名有姓出来的人呐 那很多是魔,很多是特务 甚至还有的是狗 为什么是狗呢 就是 在那个 旧金山有一位 同修啊 他自认为应该是真修弟子吧,万贱 他就说,你们就把这个俞超当成 中共的走狗就可以了,中共的走狗,所以我又成了狗了 在另外一次留言中呢,他就向我喊话说,俞超你就是会拆家的这个哈士旗 他说我是会拆家的哈士旗,他又把我比成狗 总之呢,就是说这个法轮功修炼呢 30年以来,佛我是没见过一个,修佛大法修出的佛我是没见过一个 这明慧网点名的魔 这个法轮功社区社区版的community 认证的特务狗 我倒是见了不少 我俞超现在又成了魔,成了狗了 他以前说我别人是不是狗,我不太清楚,反正我现在是 被旧金山的真修弟子那个万贱认证成狗 还有那个 纽约的丁锡文吧 写了很长的类似那个 洛宾王讨武照习的那个 文章 大骂我 然后呢,到底法轮功修炼这个 修佛大法嘛,就是修佛的目的,purpose 是你得修出佛来的,到底出没出佛呢 我看到的就是说 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啊 那个 就是现在的这个修炼的这个气氛 然后 带人接物 应接世事的这个态度啊 和当年我们这些人在清华大学练功点 那个态度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当时 我们在那个 清华,谁愿意来练功,谁练功,要 放那个九天的那个 师父讲法的录像,就会贴出那个 什么什么时间的等等的,然后大家就来 现在呢就是,然后谁要愿意参加我们学法,你就来参加学法就行了,现在你要是参加这个,至少美国这个地方吧 你要参加了大组学法,那在审查审查,你从哪来的呀,是不是中共特务啊 你先写个那个 心性总结,说你怎么那个 这个 那什么呢,就是 中国古代,你要想那个 做官们的第3代清白脚本 3代清白脚本,你看你清白不清白 我就觉得这个 当年我这个 年轻的时候,21岁接受法轮功,和现在我50岁现在的法轮功怎么差的这么大呀,我就奇怪了 闲话少叙,还是说 这个就是说这条生产线 修佛大法的生产业,到底修佛了没有 我听到的就是说,谁谁谁圆满了 但是场景是一个比较好像总是令人尴尬和悲痛,悲伤的场景 就是一般 一般那个,有什么同修去世了 同修去世了呢,然后大家就在处于这种 惊恶和那个 和他相识的是悲伤 假如我余超去世了,估计是 欢天起地了,那另外一回事 咱就说 就是比我口碑好的吧 那个 大家都是挺悲伤的,挺沉痛的 然后呢,与此同时呢,就是私下里开始传了 那个说师父说了 师父说,这个说明说不知道啊,传 传,传,传师父说 说那个 已经圆满在他的境界中了 已经圆满在他的境界中了 那与此同时呢 又又又又说这个 千万不能说 这个这个 这个别让中共专控了 这两个事儿是同时发生的 那么所以说呢,就是修没修处佛呢 那我觉得就是 按照他们所传说的师父说的,那么有些人 那个去世了,那是圆满在他的境界中了 那就是修成了佛道神了吧 那我觉得就圆满了嘛,对不对 那这个圆满了以后 为什么还会被尊控的,这就是我理解不了的事情了 那这个圆满是一个多大的那个事儿啊 师父在讲法中 我忘了哪篇新闻了,就说这个人修中圆满是多么这个严肃和殊胜的一件事儿啊 是不是 这么严肃,这么殊胜的一件事儿 达成了 你怎么可能在世间又被中共专控了呢,我就纳了闷了 那那个 我就看这个什么基督教里面唱那圣歌嘛 说那个总有一天我会和上帝 face to face面对面 然后那个神会会擦去我的泪水 再也不会有那个泪水 再也不会有肥痛 然后呢,就都穿着白衣,手拿棕织 这也是一个极其庄严和那个喜乐的这种场景 那怎么,我就奇怪 法轮功的这个传说中的这个 这个原版在不同境界中了 又要怕中共 这个钻空子 我到现在我都理解不了这个事儿 那先不说他们那个那个圆满了是不是会被中共专控的 我就说我这条狗啊 我鱼超那条狗如果死了 那你说会给法轮功的那个 这个群体带来的我觉得 至少给万贱同修带来的应该是 更坚定的修炼的心 因为这充分说明了这个 这个磨破坏我们法轮功修炼的这个 企图又遭到了 可耻的挫败了 鱼超死了吗对不对 像有纽约的丁锡文啊 什么什么刘燕啊这个 那肯定都挺高兴的 我就觉得 我觉得不但是磨 还有中共可能都害怕我鱼超死了 因为我鱼超一旦死了 那法轮功整个这个社区可能都是感到 精神振作了对不对 所以我的活 我活着 那就是我这可能的死亡啊 都会对这个中共或者磨 造成震慑 因为他们不希望我鱼超死嘛对不对 我一招一旦死了 从活狗变成死狗啊 那么 会给整个这个法轮功同修的修炼 带来这个信心上的鼓励 那如果我一招真的死了 活狗变成死狗了 那么 那么我这条死狗 那就会给反攻的这个这个这个 就现在还尚在修炼的人 一个充分的这个信心和理由 来证明 走了磨道的人下场 就是这样了 那么我们更加要 学习名慧往梦中所见 然后呢那个小鸟对我三鞠躬 或者是我的那个热水器坏了 师傅给我不用修啊 不用修找那个什么那个 那个 维修过程的恐怕是因为你看明慧往看太少 你多看点以后你就不用修了 不用修以后呢 师傅给你加热到88度 而且天满水给你加热到88度 不是干烧 天满水给你加热到88度 那么 那么就是我余超的这条死狗的死亡呢 那就会使我们 其他同修更加认识到明慧往的这个 这个正确 那所以我我这条狗活着 可能对魔和那个那个 中共造成震慑死了 给反攻 社区贡献修炼上的信心 那我姑且不说我我这个 平常的行 行境如何吧 至少我这条狗的死亡 那是堂堂正正的 对不对 你对了堂堂正正这个词 也是那个 明慧往经常用的 你要查明慧往堂堂控格堂堂正正 你不查理到这堂堂正正的事 呃 我我这条死狗 可可我这条活狗 可能的死亡 可能也是那个 属于这种堂堂正正的那个 那个 不太清楚 我希望能属于了 那个 那我下面又有一个问题了 那为什么一个就是说 呃 远满 传说中 远满在这个 他的境界中的人 他的这个去世 似乎 还不如我这条死狗 那个死亡来的堂堂正正 这个矛盾我该如何解决呢 时正规及我们会认为 您请您再度妈 吃 祝福 祝福